大家好 今次很快跟大家說一說怪彈的新活動 首先跟大家說這個怪物獄 今次我有點興趣 為甚麼呢? 傑奇與凱德 這個我沒有 這個是暗屬性限定才會出的 雖然暫時的用途不是很大 但是我沒有 所以我今次就 然後Lv.3 我會等到Lv.2內容加追加角色 這個Lv.2補就是五星 Lv.2我會抽 這個我很有興趣 值得留意的就是今次都會有神威 如果你說沒有神威 或者只有一隻神威的朋友就設計留意 因為神威在日版有獸神法更加強 所以維持有兩隻神威 我相信是非常好 按照9Lv.5反而最不吸引我 就是這個家具圖 就是這樣 我也是Lv.2 我應該是Lv.2 因為我有三隻神威 我不需要了 接著就是這個值得留意 這個是今次要跟大家說 首先不是這條女 讓春風滿在星 外形其實都OK的 我可以看看 看完性能之後 當場面色一層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要看看它這個 它這個是什麼屬啊 我想問 火屬來的吧 穩陣起見 我看看它是不是火屬 希望 中秋前 可愛的五星HELLO 它這個可以升到六星 但就當它是火屬 應該是火啦 後面是火來的 為什麼這樣說呢 首先關上我們不要看 我們看這個被動就是反傳 反射 這樣就已經死了 火屬有依邪南尾在 依邪南尾回 基本上我就真的覺得 真的沒有溫用 真的沒有溫用 如果你真的想來收藏 但有些瘋子一定會極運賣 你喜歡啦 如果實用價值的話 我個人是極度不建議 是沒有意思的 然後這個每週任務就更改 寶珠兩顆 和獸神龍的綠和光 我反而最需要的就是獸神玉 獸神玉很重要的 第二個星期就會更加追加到寶珠變成三顆 獸神玉仍然是最重要的東西 好 接下來才是重點 如果你不留意 可能要錯過 就是這個活動期間 10月9日至16日 怎麼這麼奇怪 此外中秋節試過 跟大群朋友 聚首的機會 同時面對面遊玩 但很良機 這個時間很奇怪 這裡寫9至16 但這裡寫1至16 不要理會了 你可以先試一下 這裡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首先它所有面連都會 它會有20個面連的獎勵 就算你之前已經面連過的人 這次他 據這堂所說 都會當你是新面連的 所以總之你在這個活動期間 內開始面連20個人就會獲獎勵 其中 正常來說 每一個有寶珠 特別留意 第10和20 有這個果實成長罐 總共有2個 這個我個人覺得很值得獲 果實成長罐 即是可以讓你一顆種子升一個grade 這個是非常珍貴 即是送兩個給你 即是可以將2個M變成2個L 所以強烈建議 你說怎麼辦 沒朋友 我自己就打算 找日下午去旺角 去中心地帶 隨便開Mini 或者看看能否在家附近 有沒有人玩 剛好撞到 隨便開了初陣 有什麼都好 應該20個都不算太難 應該OK 陌生人都OK 好 最後一樣東西 就是我們的霸者之塔 今次開得很準時 今次都OK 台版 因為大家削了你的基本 霸者之塔就開回 算準時了 3號開到16號 又來過了 相信現在 今時今日要過霸塔和玉樓應該不難 對大部分人 老手來說 好了 今次消息就是這麼多 特別要留意的就是這個成長官 千萬不要錯過這兩個 我個人是特別要提醒大家這件事 好了 今次短短的來到這裡 我們下次見 拜拜